Rio聊世界以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來看超級隨機三打三的團戰地圖 那這場比賽非常特別 是有這個海路交錯的一個圖 那我們把這個地圖全開一下 那這張地圖的話是一個海島地圖 那它中間呢都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淺灘的地方可以直接步行過去 那每個島之間都有連結 那跟低人島也是 所以這張地圖可以海路進攻非常有趣 剛好在天梯上有高端玩家們有遇到這樣的圖 超級隨機 然後由於收到這種隨機的海圖 非常有趣 所以打算來播這場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來看一下紅色文明是波斯 那波斯最近我們很常見 我們就不講了 那我們來看下個文明 緬甸 緬甸算是法蘭克的變種版本 法蘭克是有免費農田 那緬甸的話是有免費伐木科技的文明 那總體而言緬甸來說 它的工兵系列比較難對抗點 但是它的金冠可以讓這個騎兵 增加對工兵的一個傷害 所以可以算是加強對工兵的一個克制 那本身它的兵種單位 比較算是可以克制騎兵單位的 像法蘭克遊俠 或是其他的騎兵文明 都可以用這個飛鏢騎兵 做一個有效的抗制 因為它的飛鏢騎兵攻速又快 然後又可以範圍打擊 比西班牙征服者 雖然手短了一點 但是攻速比西班牙征服者又更快了一點 所以是非常強力 再來就是緬甸的一個步兵 也算是蠻強的 因為它本身步兵 是每一個時代都會加一個攻擊力 封建時代都會加一個 所以就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它的步兵 它的疾病的攻擊力是遊戲裡面最高的 很痛喔它的疾病 超扯 好 再來要講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東西 是它的這個 修道院科技是-50% 所以緬甸打生頭戰術的時候 是非常厲害的 緬甸的生頭戰術 在競技場 或是阿拉伯來說 都算是蠻有壓制力的 因為它-50%的關係 它這個救贖思想 或是神聖思想 什麼宗教狂人物會不會 會有那個什麼印刷技術阿 好那些的 還有這個 最俗思想 可以招搶對方生女的科技 反正它所有的生女科技 它都很便宜阿 完全就是 可以打生女的一個戰術的一個文明 然後再加上這個廢鏢奇兵 非常難產 相當難產 然後如果它又出 針頭戰術又出長槍兵 長槍兵就會加攻擊力 哇 真的是世界無敵難打 所以緬甸的戰術 整體而已來說 是非常多變的一個文明 好 再來講一下西西里 西西里的話 最近我們有這個 觀眾有補充 這個農田的加成 是指這個科技升級的加成 如果沒有點農田科技的話 基本上 農田的總量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有點的話 就是有Double上去的概念 好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那每升個科技農田的話 那村民的那個 西西里的食物量 也會多增加1 所以到帝王時代之後 食物增加量 可以到蠻多的 好像十七左右吧 非常多 那西西里這個文明 還是比較建議打步兵 那比較特別是 它這張圖也可以打這個樓城 塔樓 它那個 比較特別一點 其他地方的話 西西里有這個 鎖指甲騎士喔 但這張圖來說 應該還是會先 主要先打步兵為主喔 好 因為奇兵 比較不太需要一直往後衝 或騷擾 因為能騷擾的地方太少了 打步兵的話 這邊突破對西西里來說 比較有優勢一點 然後來看看灰色 灰色是屈折羅人 屈折羅人是大家蠻知道的 就是 像版本 最OP的文明喔 那它有這個 薩地利技能喔 的科技喔 可以讓它的 軍事單位喔 造價比較拼 哇這隻駱駝直接砍死一川了 太狠了 然後這個刺猴 想過去就也不能喔 會被這個駱駝刺猴 砍成白癡喔 趕快跑趕快跑 完蛋 跑速還比較慢 被追到 沒了 因為先上 封建時代的 騎士喔 那也就知道刺猴 跑速會比較快一點 好 一到封建時代 這個應該是可以一樣跑 等著來不及跑了 刺猴也鬆掉了 那屈折羅人最特別喔 就是可以把這個 訓養動物 放到這個 魔法裡面喔 可以增加它這個 食物的產量 是會一點一滴的 慢慢增加的那種 那所以在團戰來說 屈折羅人 也算是一個 蠻心機的文明喔 可以跟隊友溝通一下喔 讓隊友拿出兩隻羊 或三隻羊 去給驅著羅人 然後讓他自己 產生更多食物 那這個能力喔 大後期來說 也算是蠻厲害的 雖然要回本 好像是23分鐘左右 才會回本 還25分鐘左右 因為最近有改版喔 所以正確的數值 我有點忘記了 但總體而言喔 它的曲線來說 算是比較平穩一點 但是前期的加成 會變比較少 那後期會比較多 好 那來看一下 欸這個 葡萄阿倫 葡萄阿倫的話 有這個卡拉維爾大戰船 所以很期待喔 這場他會打這個大戰船出來 欸那確實喔 葡萄牙對面 封建時代以上之後 打這個戰船 那除此之外喔 葡萄阿倫的戰船 也是 比較 有特別一點的 因為他可以點這個 銀罐喔 這個克拉克反船 可以他的防禦喔 靜遠防各加一 所以打船戰來說 葡萄牙並不會太弱勢 而且他的船隻生命 只有船隻生命再加10% 所以這個戰船一出來喔 這個血量就比較多 你看132 哇血量直接 把你是120D嘛 加10%你是132 所以在對射來說 他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就是沒支援 但是他又可以進到這個 港灣大三戰喔 這個資源無限戰術 所以葡萄牙 葡萄牙反而是在海上 比較厲害的一個文明喔 好那我們這張 這一次我們就不開這個 衛探索模式好了 因為海圖開衛探索的話 看起來正是歐密碼一大片喔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好我們還是開衛探索好了 這樣比較清楚哪邊在打架 好那這邊葡萄牙的戰船 要過來了 欸抓到 抓到緬甸的漁船 漁船姐被射掉一隻 趕快逃難 那西西這邊有很多漁船 會往上走看一下嗎 這邊常常在互戳 好那這邊有出一些肉馬 缺德羅文的肉馬 開始在騷擾 對我會說這張圖很像阿拉伯魚就是這樣子喔 你看這邊 這個西西里喔 密室外加卻沒有圍喔 結果去中的人直接跑到後面直接開砍 然後造成對這個POSE喔 大量的傷害阿 因為還都是打海 所以很尷尬阿 應該這張圖沒有圍好的話就會這樣子喔 哇結果西西里的船真的被戰船抓到了 哇 哇能這樣幾虧阿 好再射掉一隻喔 三千要先射嗎 對先射殘血的 然後可以用戰船去卡殺的漁船也是可以 但也好像不用 哇西西的漁船基本上被燒爛 而且它正面也沒有維好 它這樣會害到很多隊友 這變成後面隊友也要是瘋狂的 那目前看起來 藍色這邊喔 條盾 條盾是藍色的 那條盾在前面這裡圍的還不錯 但是 確認如果也是沒圍喔 所以西西里喔 也可以考慮喔 利用這個赤猴趕快繞到後面去喔 去做騷擾 因為後面這裡 葡萄牙藍色沒有圍 而且又是打海了 打海的話 陸地上基本上沒什麼防禦而已 很好去做處理 唉唷 差點搓死一隻赤猴 不可惜阿 好 後面這個戰船還在巡弱 想要去倒東西打 好 條盾這邊出兩艘戰船喔 想要來突破中間這邊的位置 欸條盾也打海了 欸真的耶 打海啊 戰船出滿多艘喔 好 西西里的火魔童過來防守 但是應該效果不太好 好 激活 再激活 再激活 不是啦 是我就想要開始秀 好 但是 這艘綿甸 魔砲戰團已經出來了 不太阿 這邊還有30秒的時間喔 才可以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 刺頭直接騷擾 哇 也把這個虛弱輪村民 直接跳恰恰 前後跳 不讓你踩資源 狠狠 喔 砍死了 呵呵 一隻刺頭直接被拳頭扁死 十山村 這邊 驅逐羅人想要 把這裡圍起來 但是 這個刺頭一直在這邊爐 然後這邊拖的時間也算蠻久的 想要蓋起來 但是還是來不及 好蓋中蓋了 西西里跟驅逐羅人 兩邊跳起來跳得蠻久 好 那有紅色的戰船 脫絲戰船也跑到了 後面這邊也來追殺條盾的漁船 那 由於浮跳的漁港在前面 後面是沒什麼東西可以騷擾的 所以這邊帶過去還算可以 這邊直接戳死聖阿洛馬 那海上戰鬥呢 目前緬甸道融化戰船之後 條盾的一個戰船也要撤退了 好 那這邊 葡萄牙人也是 點下這個 輪化戰船 血量是149 很明顯有優勢喔 這13我跟149血量很明顯出來了 那我是覺得西帝國裡面 所有的什麼攻防加成 攻速加成 都算是 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能力 攻速可能算 攻速我覺得蠻重要的 但我覺得跟血量比起來 我個人比較喜歡血量 血量多一點的話真的是 持久力很夠 像是遊俠 那個192遊俠 這個 維京狂戰士阿 還有那個 還有誰 老英國的老英 瑪雅的老英國老英喔 這個都會增加大量血量的文明 我都很喜歡 還有這個 薩拉神人駱駝血量增加 還有這個蒙古的刺喉 大肉馬血量也比較多 這幾個文明都血量特別多 所以他們打特殊單位的時候 是真的超級可怕的 這邊血量真的太多 你要解決真的是不容易 剛好這場葡萄牙人 船艦血量真的很多 直接變成海上強權了 直接開始把對手往回打 雖然這邊是 船上是有點優勢在 但他這邊血量確實很多 兩邊框起來 1192對 106 欸怎麼碰到村民 這邊看這邊血量 明明是八燒場 但是這邊 直接多一百滴血 只要血量一多 就很容易打出這個優勢出來 你看 哇 一打出優勢之後 數量優勢又起來了 數量優勢又起來 他又更難打 這個就是 血色羅人 噢不是血色羅人 噢不是血色羅人 噢 葡萄牙人最強的地方 海上船艦 最誇張的地方 好那戰艦越來越多 來開始騷擾到了 葡萄牙人家裡 欸這裡有一艘自爆船喔 沒有出來 來不及控 很忙 炸一波炸一波出來 沒來得及控 沒被爆甲 怎麼辦 好那這邊 驅著羅人出了大量長香兵 噢不是這個是 西西里出了大量長香兵 那驅著羅人出了鱷駝 哇那這邊想要前置城堡的樣子 但村人被抓了個正著 死了非常多村民 那前置城堡看起來是 無告而終了 好我們來看資源分佈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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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正面開始 條件殺阿過了 來直接騎士爆 硬砍波斯的村民 那正面呢 正面 母炮戰棚還在出 好 但是紅色 波斯來拯救隊友的路上 來Cover一下 雖然自己家裡 已經快要BBQ了 修道院 投死車 騎士 身頭戰術又來了 來了 這就是最難成的身頭戰術 直接正面硬打 而且條盾 的騎士 防禦是多一的 進防防禦多一 所以這邊出 進戰單位來打 出騎士來打的話 可能會打輸喔 看到本來有全力爆這個長香兵喔 去跟對方硬打比較好 好 好那這邊 西西里有海上波斯的 加持之後 慢慢打贏了 但是這邊 奴炮戰船要被招走了 哎呀被招到一台阿 有點虧阿 好那這邊長香兵直接錯了過來 後面 奴炮戰船一直想用Cover 好那是布塔亞這邊 像在耍廢 沒做事 好不知道在幹嘛 好那這邊 緬甸的戰團 壓到了條盾加里 哇 現在三家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 緬隊最核心的單位來了 超強的飛鏢騎兵連隊 直接登場 好看一下這個飛鏢騎兵多扯喔 咻個一下 當務就蒸發了 咻 咻 攻速超快 傷害又超高 要打騎兵跟鬼一樣 好 來看他這邊真生後戰術打的如何 好這邊 生女出來之後 騎士有慢慢造 然後投死車慢慢攻擊 那波斯是選擇 打這個駱駝 那波斯這個文明也是非常強 他可以出遊俠 又可以出重型駱駝 所以他當成 當成一個馬古來打也是OK的 那要把他完成攻兵鬼也OK 有這個波斯攻兵 雖然沒有強弩 但是他的攻兵是不需要黃金的 所以打起來也是相當舒服 好那來看看這邊 飛加騎兵加上城堡護蓋 但是驅逐如果能蓋城堡 就讓你比較多 但這邊有大量飛鏢騎兵在阻止村民蓋 城堡一蓋起來之後 兩邊城堡在護射 但是這邊城堡蓋的人太多了 應該是蓋起來 不用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我們炒跑 好城堡護射 然後呢這個BK喔 可以按個衝車出來撞一下 然後裡面可以按這個自爆兵喔 像這種城堡蓋很近的情況喔 就是要趕快去按自爆兵 跟這個衝車出來開始撞 先撞些影有沒有 可以按自爆桶 結果他這裡面按 先炸 因為這邊 具夠近的情況下 是可以直接硬炸的 來鐵桶出來 好啊 存在裡面了 存在裡面了 呵呵 好 看來他傷到存一波 好 免隊員這邊來救一下波斯的家裡 開始有一些飛鏢騎兵過來拯救 海上戰艦 搭上陸地的飛鏢騎兵 拯救波斯這邊的一個窘境 哇 這邊還被招走一隻飛鏢 波斯快沒有呼吸了 現在海上兩邊都想要夾擊 好 但是這邊有村民直接下來開扁城堡 這什麼畫面 怪怪的 好 曲折羅人超強的裝甲站上來了 直爆兵直接開炸 炸 炸不掉 哇 沒貼到 尷尬了 誒他的戰像怎麼不見啊 誒 他的戰像剛剛是 是被戳光嗎 誒對喲 這個作弄場堂硬剛剛脫掉了 好 衝車過來 馬上我當然過來補 好 衝車衝車 但是西西里也可以招這個 薩金特衛隊 對 後面有一些森綠 要來招想一下這個西西里的單位 哇 這邊去的我也是打得非常的小心 該做的都有錯 後面這邊戰船還在出 誒 但是這邊出了 卡拉維爾戰船啊 哇 卡拉維爾帆船出來了 這個非常少見 射成8 好遠房裡有8的一個戰艦 這非常難打 因為他的那個攻擊是貫穿傷害 就是海上奴炮 雖然一般奴炮戰船 雖然叫奴炮戰船 但是他的奴炮是不會貫穿的 那在陸地上的奴炮是會貫穿的 那卡拉維爾的反船是會貫穿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貫穿傷害有多惡 好這邊 還在打衝車第二波過來上來頂 硬頂 然後這邊薩金特衛隊直接出來開敲 那邊打著補伊勒夫 後面有三隻車子直接招翔薩金特衛隊 但是直接敲掉了工程戰象的一個傷害 但衝車也被虛格羅倫的一個村子直接拷爛 那這邊還有一隻工程戰象還沒有倒地 哇那看起來西西里這裡的城堡 可能要倒了 哇兩台戰象還在底 好但是卡拉維爾反船的水量越來越多 但是有點炮 但是沒有點彈道的血 欸對還沒點 非常炮 炮到伊勒夫 我剛剛想要早點點 好但是到了帝龍時代之後 卡拉維爾的戰船喔 各位再更上一層樓囉 各位升這個金瑞卡拉維爾戰船 好在前面再蓋城堡想要來防守一下自己家領地 後面緬甸標槍騎兵又過來了 所以要硬點神呂嗎 但是可能會被招光 欸又招到一隻 哇招了非常多的一個緬甸的一個背標騎兵 尷尬 直接被反殺一波 這就是生女的強勢之處喔 OK這邊點下了金瑞卡拉維爾反船升級 來了海上霸主要登場了 準備開戰對方 這邊是緬甸的一個 火戰船搭配奴炮戰船的一個 哇兩邊戰船交戰 炉炮黃色 灌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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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已經有金瑞的情況 但是有點打不太贏 因為前方有火炮 有火戰船在貼後面有炉炮戰船 哇損失速度很快 哇居然打不贏啊 太慘了 這一波交戰 卡拉維爾反船好像 沒有想像這麼厲害 非常尷尬 可能要先趕快把這個火戰船全部解掉之後 才能對後面的炉炮造成大量傷害 好那這邊點一下航海激素之後 可以增加這個 航行能力喔 跟這個跑速 可以增加這個航行速度 跟這個防禦能力 好這邊 團船直接回打 OK 雖然差不多可以回頭打一下 好這邊貫通效果慢慢顯現出來了 但是傷害還是有點差人強硬 喔化學也好 化學也好之後 三個突然起飛 哇 果然卡拉維爾反船喔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化學喔 這隻人家一攻這個情況下 攻擊力全滿 就有機會打得贏了 但是下面有更多的戰團過來包夾 緬甸戰船四處八方過來集結 然後來打這一波海戰 海戰看起來打得還不錯 看卡拉維爾反船努力在抵抗 但是還有一艘火戰船過來了 怎麼辦呢 卡拉維爾戰船在似乎這一場戰爭之中 快要輸掉了戰場的一個霸權 海上霸權要換人當了嗎 但是沒有關係 卡拉維爾反船血量很多 165滴血 但是重型流氓戰船也是165滴血 欸其實血量差不多的欸 哇靠 完蛋 好這邊持續帶輸出 能不能再打上去呢 這時候他才意識到沒有點蛋到血 哇 卡拉維爾反船 看來 沒救了 這邊只剩這幾招 好來看一下陸地了 陸地兩邊 驅著羅倫跟西西成本在互投 欸 結果波斯這邊搞登陸戰 呵呵 哇這場真的很有趣欸 呵呵 哇波斯弓兵點下之後 馬上出大量的便宜弓兵喔 反正這些弓兵是不用木頭的 反正就一直射 哇射臭命很痛 射速又快 又不用黃金 這個城堡帶起來 哇條都要被秒殺了 好呃 驅著羅倫這邊點下薩地利了 點下薩地利之後 就比較好打一點了 那 這邊 葡萄牙打出海戰之後 怎麼辦呢 他這邊打出海戰是不是因為 在前線幫隊伍的關係啊 看起來有點像 不是這個巨頭幫忙 牽採啊 哇直接被頂掉 集兵出來頂 好那這邊西西的集兵出來 哇 工兵太難受了 投死車也好了 工兵也要走進來 殺到 葡萄牙家裡了 哇大量工兵過來 葡萄家裡 入地上完全沒有 殘寶跟料王塔防守 然後現在海上 又有這個敏店的一個 雙重海路夾擊 身為內家的葡萄牙 怎麼辦呢 哇走下去 大量存在下面 那這邊 葡萄牙打出GG 他絕對沒希望 開始射射 好葡萄牙這邊投降了 村民不動了 哇真的太太慘了 免費工兵射到寶 這就是脫式工兵 5加3 不用黃金 一直射一直爽 還有拇指環 好那正面這邊城堡也爆了 看起來 真的是沒希望 雖然這邊 條頓想要來個決定大反殺 但是後面 家裡也被入侵了 巨頭也出好了 哇真的 這波波斯登錄打得很不錯 這個真的是 決定性的致命一擊 就算前面這裡被攻破 還有可能再狗一下 但這個直接殺到後面來 你真的被打個防不勝防 直接被秒殺 好那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應該有點複雜 喔這邊緬甸經濟最好 那他應該是基本工作是最不錯的 那我們來看緬甸的曲線就好 好緬甸的一個曲線 看起來 等一下 好我們先把其他人勾掉 來看緬甸的一個曲線 緬甸的經濟曲線 你怎麼搞的啊 欸 阿你為什麼 一擊農田到了三十五分才點 然後經濟還第一名 喔肉沒有肉沒有沒事 有啦他 他伐木有 因為他伐木是免費的 所以他木頭全贏 黃金有贏 黃金到這裡才挖 才點這個一擊金 欸靠 呃這個我只能說 他應該是川雲爆的夠多吧 然後經濟夠好 呵呵呵 這個喔有點尷尬 他的其實經濟科技 並沒有點太多 但是內加喔 本來就該要這種經濟這麼好 那再加上他免費的這個 伐木技術 所以讓他前期喔 伐木就有這個不錯的一個效果 嗯 有點微妙 他這個經濟其實沒有點得很好 但是卻拿到第一名了 呵呵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好那請再請各位再幫我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好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